最近一直刷到韩国爆火的后代烧三明治 简直就是我们强迫症的福音啊 正好家里还剩下一块吐司 今天打算试着在家复刻一下 你们喜欢的难度只有一颗性的做法来咯 牛奶是鸡蛋嫩滑的关键 小火慢慢地推到凝固就好了 完完全全没有任何难度 再接点培根和照烧鸡腿 然后就是组装时间啦 这一步你们看着就好了 因为一个完全不够我吃 所以我还做了一个厚蛋照烧鸡腿的版本 做法都打在字幕咯 这个夏天来得格外的快 吃着三明治就想喝点冰的 正好朋友前几天寄了雀巢咖啡水果味黑咖给我 我直接就放冰箱了 一共有两种口味 柠檬味和稀釉味 说真的 这也是我第一次喝到水果和咖啡的结合 对于怕胖的小仙女来说 根本不用担心 因为它低糖还是零脂肪哦 今天是云旅行的第一站 下一站你期待去哪呢 夏天的夜晚来上一大桌子的美味 和朋友宅在家看看电影怎么样 听说我新买了个多功能的烤箱 还是高颜值的复古率 我那几个四档都跑来我家啦 有时候我都怀疑 他们根本不是冲着我来的 吃宵夜 烧烤肯定是不能少的 这个万能的烧烤汁 给你们打在屏幕上了 有需要的话记得保存哦 它除了是个烤箱还是个空气炸锅 因为闺蜜怕胖 用空气炸就可以解决油太多的问题了 朋友点名要制的蛋挞 为了满足它 我烤了满满的一盘 这个普世蛋挞真的太好吃了 电影必备的爆米花 它也可以轻松搞定 最后来上一杯烘干的水果茶 我感觉自己都可以开店了 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光 就是这么的舒服 很幸运在最美好的年纪 遇到最美好的你们 有关于我们的 给你们希望 让我们有一个 暗门 一个闻的 我赶快 复制至你 优优独播剧场